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法律困境 他的封口费判刑被推迟至11月26日 这一决定将影响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 马哈顿高等法院法官胡安梅尔卿的裁定 让特朗普在选举前不必面对可能的惩罚 这无疑是他选战中的一大胜利 法官表示 推迟判刑是出于对选举过程的考量 并且强调法院的公正性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一再要求推迟 声称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 可能会影响案件的走向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特朗普面临的法律挑战将成为选迷心中的遗云 尤其是在他与一名色情明星的封口费支付事件中 此案的核心是一笔13万美元的付款 特朗普的律师迈克尔科为此支付了款项 目的是为了阻止这名明星在2016年大选前发生 特朗普的团队不断试图以各种方式推迟判刑 并挑战法官的裁决 这一切都使得案件的未来充满变数 随住法庭的推迟 特朗普的法律问题可能会被搁置 直到选举结束 这让选民对他的命运仍然一无所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这一系列法律程序的进展将引发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报道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曼哈顿的刑事封口费案件的 汉行被推迟至2024年总统选举日后的决定 待案件涉及特朗普的律师迈克尔科恩在2016年总统选举前 支付给色情离星斯托米丹尼尔斯13万美元的封口费 以阻止他公开关于与特朗普夜情的传闻 特朗普在当选后以每月分期的方式偿还了这笔款项 这则消息由CNBC和Yahoo US CNBC的报道指出 纳哈顿高等法院法官胡安维尔卿在周五裁定 原地于2024年9月18日的判期日期将改为11月26日 这意味着特朗普在11月5日的总统选举之前不会被判刑 如果法院批准特朗普要求撤销此案的请求 那么他将不会被判刑 梅尔卿在其四页的命令中提到 将在11月12日对特朗普的请求做出裁决 如果需要 特朗普将在两周后被判刑 梅尔卿之初这一事件在美国历史上独特 强调公众有权获得完全专注于陪审团裁决的判刑听证会 并且这一听证会应该没有任何干扰或扭曲 然而他也承认当前的复杂局势使得这一要求难以执行 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的办公室回应称 最高法院的裁决与封口费案件无关 即使适用也不会支持撤销陪审团的裁决 最高法院的裁决促使梅尔卿将特朗普的判刑推迟 原定于7月11日的判刑已被推迟了两个月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多次要求梅尔卿回避此案 指控他在审判前和审判签见存在政治偏见 主要原因是他的女儿在一家政治公司工作 而该公司的客户包括现任总统乔 拜登等民主党高知名度人物 梅尔卿在审判前拒绝了两次回避请求 审判于4月中旬开始并于5月底结束 特朗普背叛34项伪造商业记录罪 2月13日 梅尔卿再次驳回了特朗普的第三次回避请求 并将特朗普对仍然存在的限制他与此案相关言论禁令的攻击 描述为无非是对本法院裁决的不满的调答 在推迟判刑日期的问题上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在法庭文件中指出 判刑定在选举的提前投票开始后进行 认为推迟判刑日期将减少 即使不是消除任何未来程序的完整性问题 特朗普也试图将此案件转移到联邦法院 但未能成功 特朗普的律师在周三要求联邦上诉法院暂停一项将案件发回纽约州法院的地区法院命令 布拉格的办公室在周四给上诉法院发送的信中表示 梅尔卿将于周五决定是否推迟特朗普的判刑日期 Yahoo US报道进一步指出 梅尔卿在给律师的信中写道 法院是一个公平公正且不带政治色彩的机构 推迟对动议和判刑的决定 若有必要应该消除任何暗示 即法院会做出任何决定或施加任何判刑 以便给予或创造任何政党和或任何候选人任何优势或劣势 特朗普在8月中旬要求梅尔卿推迟对他英伪造商业记录 以掩盖对一名色情明星的封口费支付而被定罪的判刑 特朗普的律师辩称他应有时间考虑上诉的选择 尤其是法官即将对特朗普的定罪是否应应最高法院7月1日的总统豁免裁决而撤销做出裁决 检察官布拉格的团队在回应中表示 他们将尊重梅尔卿的裁量权 承认豁免问题可能会使过程变得复杂 随着梅尔卿再次推迟判刑 特朗普在选举日之前受到司法惩罚的可能性几乎被消除 尽管特朗普面临四起独立案件的刑事指控 但只有封口费案件已经进入审判阶段 其他三起案件应延误而陷入僵局 可能永远无法进入审判 即使进入审判 也不会在选举之前进行 一旦梅尔卿对特朗普施加判刑 特朗普可能不必在上诉过程结束之前服刑 这将至少需要几个月 如果他在10月当选总统 他的判刑几乎肯定会在他任职期间被暂停 这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和政治动向 无疑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成为焦点 选民们将面临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局面 总的来说 这裁定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是他在选民投票时 对其可能面临的司法惩罚保持不确定性 同时也反映了当前政治和司法系统的复杂系统的复杂性和交织关系 这一情况将继续对2024年总统选举产生影响 选民和观察者们将密切关注这一案件的发展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封口费案件推迟审判日期完全是合理的 毕竟这涉及到一个前总统的刑事案件 这可不是小事一桩 更何况 法官梅尔卿也指出 这个案件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是独树一帜 需要特别慎重 而推迟审判后 选民们可以更专注于选举 而不是被媒体炒作的审判消息干扰 这是对所有选民公平的保障 不让选举变成一出好莱坞的肥皂剧 楚天书 你是说特朗普的审判和选举放在一起会让选民分心 难道选民的智商都被你低估了吗 这种推迟审判的做法根本 就是给特朗普一个特权待遇 让他在选前逃避责任 试想一下 如果是一个普通市民犯了同样的罪 他会得到这种特别慎重的待遇吗 这明显就是司法双重标准 难怪特朗普自己说他可以在第五大道上开枪都不会被捕 这真是活生生的例子 谢琪琪 你这么说可真是个笑话 这可是前总统 不是普通市民 你知道吗 最高法院在今年7月1日的裁决中 还扩大了总统豁免权 这可是法律的正式裁定 这不是给特朗普特权待遇 而是依法办事 如果你觉得不公平 那你应该去找最高法院抗议 而不是在这里指责法官 再说了 选民们应该专注于候选人的政策和能力 而不是被这些法律程序弄得眼花缭乱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就像我不是双重标准 我只是更复杂 你说的对 这是最高法院的裁定 但这并不代表这种裁定就没有问题 美国建国以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 你提到的总统豁免权 原本是为了保护总统在任期间能够专心国事 不是让他用来逃避责任的工具 而且 特朗普县在可是以普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不是现任总统 他应该接受和其他候选人一样的待遇 好吧 谢琪琪 你说的这些权力平等的理想很高尚 但现实中法律的运作是有其复杂性的 要知道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可是金牌律师 这些法律程序和策略是他们的专长 如果这样的案件可以轻而易举的被解决 那可能也会让司法变得过于简单和粗暴 说到底 这个案件的推迟并不会改变判刑的公正性 只是让事情更加井然有序 给大家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 楚天书 你这话听着真是高大上 但实际上就是让富人和有权势的人 有更多时间和资源去逃避责任 普通市民哪有这样的资源去拖延审判 难道我们要在这个金牌律师的逻辑下 让法律变成一个有钱有势才能玩的游戏 特朗普的团队多次要求推迟审判 这已经足够证明他们在拖延战术上 是多么得心应手 法律应该是公正的 而不是让一些人利用程序漏洞来逃避制裁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了我的飞圈照后照使用他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爱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事件网址是66 不如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可以看得到 然后我可以解释 我可以解释